也不要弃舍 也不要舍弃 也不要放弃 应该以此为愿尽 那就是马上没有办法去修 那也不可以舍弃 那就是修做一个目标 知道吗 愿尽是一个目标的意思 然后为了这个目标而去努力累积资量 将来可以做到的资量 所以说你现在做不到 为什么呢 没有足够的能力 就是有些根据不足 所以说你做不到的话 这个做是做一个目标 然后为了这个目标而奋斗 让我去为了这些而去累积资量 那资量具足 因而具足的话 也会做到 知道吗 然后听文经说 是有四种文法的人 那就听文经里面说 有四种人 一多文却不好好守戒 是一个出家人 或者是在家人也罢 就说有些没有去好好守戒 没有去好好守戒 因破戒而被人斥则被人骂等等 这种听文是不算圆满 他就是第一没有好好去持戒 他就去吻思修 那他的吻思修不算是圆满 这是一种人 第二寡文却能好好守戒 那寡文就说 他也没有去多学 但是他持戒很好 好好去持戒 你可以说持戒很清净 因守戒而受道 受人赞叹 所以他就是没有去多文 但是他持戒很清净 所以会得到别人的赞叹 这种听文会逐渐慢慢的会圆满 为什么呢 他有这个基础 我们说戒定会 戒律是一个所有的佛法的一个根 所以他就是学习方面不是那么的 就是没有去多文 但是他有这个基础 戒律很清净 所以他逐渐慢慢慢慢 他会圆满 但是前面的 他一直戒律不清净 但是说他多文 这事就永远都不会圆满 因为他的根 就是我们 就是 嗯 按照那个叫什么 比如说 一棵树 他的那个叫什么 树根 锈 不是锈 烂 对吧 烂 烂 是一个铁的话叫锈 烂的话 它永远都不会长出落叶 那个就是 树叶 树根 等等 知道吗 一样 我们没有去好好持戒 那你去 去多文 多思 这不圆满 因为你的根气 根已经 那个 这个 坏了 烂了 比如说 这里有谈到那个戒律 那我们说最基本 是有说 十善业 那这个不需要去专门去守戒 受戒 我们要但是 这也是一种戒律 我们说有八种别解脱戒 所以最主要是我们要就是要修十善业要断十二业这是一个基础那是一个出家人的话有三密戒有比丘戒那我们修大臣的话就是那个菩萨戒然后修密教的话有密戒等等知道吗所以说我们观察自己 刚才在这里面有讲吗佛法里面说要修十善业不可以杀身不可以偷刀不可以邪语不可以妄语等等那就是为自己有去修吗而且说就是修一个短暂的时间就是说这是那个病气很重的那个 啊 啊 得了那个毛红病的 他吃一两包药没有没有用 但是我们也说受一两天没有用 要按时修去去修吃这些戒 知道吗 那有没有知道吗 偶尔自己观察自己 不需要问他 也不需要去观察他人 借用这些观察自己 在佛法里面说自己真的有去 没有去杀身 没有去偷刀 没有去协议等等 那鼓励自己 随行自己 知道吗 没有去做的话 就批评自己 好 才可以慢慢会改善 知道吗 然后我们会说 反正就是说 这些都没有做到 所以有很失落 有那个失落感 很 为了这些很伤心 伤心 但是并没有去改 知道吗 那几天佛萨说 这是一个很愚痴的一个新闻 知道吗 伤心 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知道吗 那真正你怕这些将来会赶果 的话 你不要去做 马上去断 知道吗 所以说 今天不是说 虽然我们从无事到现在 造了种种的恶业 但是它最主要一个好处是 我们可以把它颤掉 知道吗 所以说我们有就是 专门办一些 这些忏悔的法会 叫什么 凉花 饱餐 还有什么 有很多东西 那就是我们具足三个条件 知道吗 就是对质力 意志力 防护力 还有什么呢 具足三个条件去忏悔的话 可以说几乎都会颤掉 知道吗 以前做过的已经把它颤掉了 那从今天我不去做 知道吗 但是我们最主要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内心中的贪嗔痴 是我们从无事到跟着他们来 他们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所以我们离开它很难 知道吗 但可以说就是我们就是 道着讲 修 耻戒 忍弱 还有修慈心 悲心 就是初学者来讲的话 很陌生 知道吗 所以我们没办法 但是我们可以说 慢慢慢慢跟他们越来越少 然后以前的老朋友 然后以前的老朋友 就是看到很多过失 然后慢慢慢慢离开他 知道吗 所以说修的话 从治理去修 那这样就是 海盗老师常常有讲 我们是习惯而走 所以说我们这些好的那些 比如说修忍弱等等 持戒等等 我们就慢慢去修等 然后慢慢它变成一个我们的习惯 这是一个好的习惯 知道吗 所以慢慢不好的习惯把它拿掉 好的习惯慢慢慢慢要 成长 增长 知道吗 才可以会改善我们的 就是命运 知道吗 嗯 所以说我们 受那个戒律是很重要 就是受那个 啊 修十三页 然后我们常常会修 那个叫什么呢 受那个八卦召见 真的是一个好的机会 知道吗 就是说 这样的机会 可以说很难得 知道吗 都是会有就是 这些国家里有问题 他会批评这些宗教等等 但是就说现在这里的话 宗教很自由 那自己也可以说 身体还可以说 就是还OK 就是五官都还可以说 眼睛也看得到 耳朵也听得懂 身体还可以说撑得住 知道吗 那这样的时间可以说 越来越会少 所以我们趁这些机会 多去 就是参加这些 知道吗 而且这些不要变成一个负担 知道吗 又又又又来了 传那个八卦召见的 不走也不去 不去也不去 不可以这样想 要欢喜心 这叫精进 知道吗 就是很随喜 又有机会去受这个 八卦召见 知道吗 等等 那这样慢慢慢慢慢慢会变成习惯 知道吗 上次很多时候有讲过 他出家前都 为了八卦之间 从台北到高雄等等有去过 那现在这四里很近啊 其实那个机车过来就 就OK了 知道吗 所以说不要错过这些机会 而要知道这些戒律是这么的重要 而去说我们修行 从这里下手 知道吗 那就是自己都蹲在这里 然后去找一个另外一个 这个没有 如果说不要说佛法 对一个国家的政策来讲 我们不可以杀生 杀生就是不可以杀人 对吧 你杀人的话一定要坐牢 有些国家一定要判你死刑 对吧 那不可以偷刀 就是你不要说法法 就是这个国家的政策都不可以 也不可以协议 知道吗 那就是说现在看 怎么讲呢 遇到这些很多 知道吗 就是说我们太放逸了 嗯 以前我们的就是父母 或者是爷爷奶奶 可以说临婚的非常少 耶稣说怎么讲呢 就是找那些外遇啊 那些喊少 那现在非常普遍 知道吗 那这些都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对这些 怎么说呢 太放逸了 知道吗 那这样不要说佛法 就是有这些行文 就是没有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前面有讲 就是前面有讲 打麻将会 结果是会家庭破碎 千江大安产 那所以就是有些这些行为 就会出很多问题啊 知道吗 那就是为了这些而会自杀 得忧郁症等等 那就是好好去 去去修这些 还有知道这些他们的过患 知道吗 所以就是海盗毛说有 有开玩笑的 也可以说事实 比如说 我们一个一般人呢 结婚的时候很欢喜 是一个喜事 对吧 那离婚的时候是很不幸的事情 那有优秀的话就是结婚要欢喜 离婚也要欢喜 知道吗 但是我们做到吗 可是做不到 因为我们缺了一些 这些叫什么呢 抵抗力 知道吗 知道吗 所以说就是海盗毛说 他自己出家前有太太有小孩 他可以放弃这些 知道吗 他的意思说 怎么说呢 他并没有放弃这些 把这些爱会广阔 一样 但是我们一般人做不到 为什么呢 我们没有那个抵抗力 他有 知道吗 那就是他有修道 我们也跟着他学 的话可以做到 知道吗 那做到对自己有好处 知道吗 所以说那个戒律是很重要 佛法就是按照从释迦牟尼佛 代代传下来 汉传也可以 藏传也可以 都是从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 所以戒律也是 知道吗 比如说上次我又说过 戒律跟向那个淘气 知道吗 淘气先用那个泥巴来去做 然后在河里面烧 太烂了 那用这个 从释迦可以做一个淘气吗 没有 它一直烧掉了 永远的它没有办法 前面有讲 你去拿一个错的修道 你越修越糊涂 一个错你越吃越会痛 一样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 嗯 知道吗 那这是事实 嗯 那事实的话 就不可以隐藏 要讲出来 那就是说 修不修是你们的问题 讲是我的问题 所以说我这些 会说 访问以前有讲过 在那个 布迪盖拉 所有的那个孙女都会住 就是那个